香港示威行动越来越暴力 那在过去的这个周末的激烈抗争之后 警察为了控制场面 在追捕示威者的过程中开枪 击中示威者 而在证件不同的市民的冲突之中呢 马鞍商一名男子当街变人点火 被严重烧伤 画面在网络世界疯传 那这样的极端暴力行为 如今是遭到大众强烈批评 有人甚至形容示威者令人发指的行为呢 已经跟恐怖分子没什么分别 画面中的丽娱男子 在与示威者发声口角期间 突然有人向他泼洒液染液体之后点火 男子瞬间变成火人 目前还在医院治疗中 他的身体有四肠皮肤二级烧烧 情况危殆 入夜之后 设置路障 焚烧杂物 警民对峙 这样的夜间状态 持续在香港街头上演 针对绿衣男子被活活点火狂烧的事件 警方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们将会把这一起案件 列为企图谋杀来处理 并且抨击网上竟然有网民 做出冷血的回应 这名伤者和暴徒是曾经有个追逐 之后这名伤者就被暴徒扭打 和用火烧着了火 但是网上有言论竟然懒脱 这么说 这个男子是自然着火 是否为了立场 连人命都可以护口呢 那眼看一发不可收拾的香港局势 又在升温 特首林郑月娥 昨天召开紧急记者会强烈谴责示威者 发起的纪念日三霸活动 让香港陷入混乱 引起社会人心惶惶 林郑月娥强调 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不会得逞 一定不会争执到他们口中 所谓的政治诉求 尽管林郑月娥一再谴责暴力 但示威者今天早上继续发动 和你塞行动 以堵塞主要道路 甚至还有人往地铁轨道抛制路障 导致列车无法前进 乘客只好下车 沿着轨道走回车站 而经过一整天示威暴动的望角 路面依然残留了大量的杂物 也有巴士的轮胎被破坏 一些市民因为不忍心 看到香港变了样 自发地加入清理杂物的行列 只是香港乱局何时才会落幕 相信这也是全球都在关注的课题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根据真正的 反正讯 亮相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